有一个精神非常忧郁的人 他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 一个老人看着他很痛苦 这个老人走上前去说 小伙子啊 你一定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吧 如果你愿意 我愿意帮助你 这个小伙子冷冷地看了这个老人一眼 他说你帮不了我的 老先生我的问题太多了 老人掏出名片说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我会让你想通 我想带你到一个地方 你能跟我去一次吗 结果这个小伙子就答应他了 这个老人家就带着这个小伙子 开车坐到了郊区 一个地方 下车之后 这个老人家指着一排的墓碑 说 小伙子 小伙子你看见了吗 只有在这里的人才会没有问题啊 我的孩子也是经不起人间的风浪和烦恼 自杀提早离开了人间的 这时候年轻人的眉头松了 他把他的难处一一向老人家诉说 人生是一个不断遇到问题 并不断的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啊 实际上我们到了这个人间 只是一个过程 记住了 只要你活着 问题永远不会解决 也永远不会断了 只要用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你才会得到快乐 懂得果报 我们今世之苦 是上师 上一世没有修好 今世的福报 我们不嫉妒别人 是别人上一世的 积福积德呀 用佛法的智慧人生 你才会真正的幸福 只有懂因果 你才会生活呀 你才会生活呀 对